青年与局长的一个真情的对话 我身边就是治安警察局梁文昌局长 能够坐在这里和各位青少年的朋友 做一个真情的对话 我觉得这个对话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接受信息是双向的 其实局长本身小时候 你的志愿是想做些什么的 我本身的志愿都是做警察的 做警察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 当初你说加入警队的时候 有没有说父母有反对不赞成 对于这些声音的话 你怎样和父母去沟通这件事情呢 局长 我是入营那一刻 我才跟我爸爸妈妈说 即是说 即是说 剪得很短 那才讲的 不能回头 这个不值得学习的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什么事都好 要和你的父母去商量 因为我们的年代 有一句叫做 李宇就是说 好子不当警察 听过没有 应该这个年代没有了 这个年代 每个人都说要做警察 为人民服务 今天我们的主题 守护家园 看到在这里 说到守护家园 我相信 上一年 我们这个天甲台风 的确实对我们国本 造成一个目大的 一个创伤在这里 在处理天甲事情里面 局长有些什么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作为警务人员的时候 当时的救灾状况是什么 说起去年的823 我相信大家都记忆由身 我们的家就是澳门 那我们澳门的街道 亦都是经过这个 风灾的洗礼之后 满目仓宜 那当然 我们第一个要先救人 那救人需要什么呢 十字车 消防车 警车 但是那些主干道是 全部 大部分 都是失住了 幸好就是说 我们全澳的市民 在这种大灾大难的情况之下 全部都举手 那我们第一个 首要的任务 在救灾附危 那方面 在823 维持市面的交通 维持市面的秩序 另外 还要增加一项 要打通澳门的主干道 将所有的杂物移开 令到一些救急的车辆可以行驶 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个新闻的发布 说给澳门市民听 是我们的进度是怎么样 我们的交通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的口岸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的治安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道路打通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相信每一位对于天甲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很多都仍在你匿在目 都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澳门 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会发生 另外一位唐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少年团 其实这个少年团希望 代表澳门社会和年轻人 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和一个信息给到我们 为了做好我们的青少年的培训工作 训练我们的青少年 在成长阶段里面 磨练一种坚毅 磨练一种意志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澳门 澳门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少年 健康成长 其中警察是其中一项的服务 大家成长了之后 可以在第二个范畴 在商界 在社福界 在医疗界等等 都可以为澳门服务 局长你好 我们治安警少年团 就今天成立了 我就想问一下 你对我们治安警少年团 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从现在你们的年纪开始 首先要读书 装备好自己 有些人生的目标 一定有些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是一个忠诚 和一个态度 Aptitude 态度 决定了你日后很多的 首先要装备好自己 第二 就要做好你们工作的态度 处事的态度 待人接物的态度 我送给大家的就是 太大 Aptitude